我們看這一題 套在光滑水平面上 有質量M以2公尺每秒的速率向右運動 跟一個靜止的另一質量4M的指點 發生非彈性碰撞 碰撞後質量M的指點反彈 速率是0.5 指點反彈性碰撞後向右的速率是多少 我們用動量的手容 這Mv 就是M乘以V0是2 加0 這動量速度等於0 所以動量等於0 這動量多少 M乘以-0.5 M-0.5 再加到4M乘以V 我可以把M消掉 所以V等於多少 V的話 這4V 是等於2加0.5 0.5 一過來 是0.5 所以2.5 所以V是多少 V V就等於多少 0.5 6 24 0.6 多 4 2 8 0.6 25 4 5 20 0.6 所以0.6 那約等於0.63 0.63 所以答案應該選C 0.63 0.6 0.6